林志成啊 这那的我都不参与 我请客吃饭 烂情报道 我也不参与 我就想好怎么把我的病人治好 我就把给我的病人能够治好他 或者是减轻他去世之前的痛苦为己任 我们孩子啊 就是上的 就是在咱们陕西这边上的是高新一中 然后呢 他的这个专业方向 我们已经定了 就是学医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也很无奈的这个选择 什么叫无奈呢 喂 他把他自己 应该是来电话了 学不好 然后 什么不好 张老师 那个啥不好意思 刚才断了一下 升学不行 升学在学校就排200多名 但是其他都挺好 你整体在学校能排多少名 整体在学校排名是在100 上次我考完是120 你们学校每年能上多少校交代 那西安交代 多少西安交代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上一届上一届高新一中的清北是大概是五六十个 然后我们这边南校区这边是那个985 大概有200200多个300多个 你这个排名是加上那个所谓能考清北的人放在一块 你排120还是说 那加上那你老老还是把我先教大就完了吗 其实这个学一我就想问问就是因为是数学不行 所以我跟孩子说我说以后考学一的话可能就咱就不学数学了 然后所以孩子就说学一 然后孩子的语文特别好 我们语文基本上就是年纪前十 也考过年一 然后生物和化学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生物原来也考过年一 但是加上你知道 我跟你说一点 因为学一这个东西 虽然我不是学一的 但是我接触很多很多学一的朋友 加上你要知道学一其实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医生朋友任不任何我下边的观点 我觉得学一它不是一个所谓你学习能力的问题 它是一个你意志品质的问题 就是他学一它不像说是说你你学一些理工科这种 他很有可能说哎呀 我我我特别难受学数学 或者我说我学物理学的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 可能学的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的话这个我觉得我我我我我 我是不太擅长学这个的 但是学一呢它不太一样 它不是说你学不学的好的问题 就比如说它不是说说我化学学的好不好 我那颗学的好不好 我外颗学的好不好 而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接触的这个这个东西 它也不是背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是说你学习能力的问题 那是背的问题 但咱们家孩子我觉得不存在学习能力的问题 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对学医的辛苦有一个认知 他的这种辛苦不是说我能不能 而是说我能不能学明白 他的这种辛苦是我能不能坚持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 医院干的朋友认不认可我说的这些 或学医的朋友认不认可我说的这些 它不是你能不能学明白的问题 它不是你能不能背的会的问题 它是你能不能去认同 去坚持的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最后我说老师我学的明白 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你是坚持不下来的 很有可能你会遇到另外的问题 它就不是说你学不学的明白的问题了 加上我这么说 就如果说你数学一般般 你物理一般般 你学不明白 或者说你觉得你跟别人有差距 那大不了我干的工作可能会比你低等 但是学医呢 它不是说你学的学能不能学明白的问题 是你能不能坚持的问题 如果说你觉得说别管怎么样 反正在苦在累我能坚持 那你对坚持这个事情 它有一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忍耐程度 因为我跟大家说实话 任何事情你坚持到一定程度 它都是无聊的 真的我跟大家说实话 就是你再喜欢什么事情 你让它去做 它都会很无聊 尤其是当你把一个事情你喜欢的东西 当成一个所谓的任务去做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痛苦 就跟我跑步一样 你说跑步对人身体好不好 跑步对人身体是好的 然后坚持跑步有没有意义 也很有意义 但是你说跑步无聊不无聊 跑步苦不苦 它是苦的 但是你你就得去强忍着这种苦 你去坚持它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 很多孩子说所谓想学医 说我要救死无伤 我有我所谓的医学理想 但是当你真正去所谓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每天得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病人 他素质高还是素质低 你每天得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重复的复杂的一些 有的复杂 有的简单 但是它是很重复 很无聊 你每天可能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你的你的状态是说 还仍然是完成你的一个医学理想 还是说所谓的去 它是一份养家户户的工作 还是说我去为了 我没办法 我学了这个 我只能去坚持 这个真的 真的要考虑好 家长 因为我怕的是什么 我怕的是 你为了避免学数学选而学医 然后的话 但其实你对学医的辛苦 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那很有可能 你到最后 你也可能会后悔你这个选择 我就提醒你一下 这一点 因为张老师 我很理解 因为张老师 我就是那个啥 我在医院 那我说的 你应该 我说的 那你应该能够体会得到 那对 我是 我是护理专业 然后 我对这个 现在的这个医疗 这个环境 也确实是挺 我们学的学艺 我觉得这个医疗环境 不是特别好 然后 我就 所以我就报咱们这个名 我就想 想问 就我像我们孩子 这种情况 数学不好 然后其他物理也行 物理在年纪 年纪排名也就是在100到120名左右 所以我就想 除了学乌 除了学一专业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 什么专业可以选 学家长 你说的数学不好 是所谓的相对不好 它不是绝对不好 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不堪 你知道吧 你这不叫 你这不叫不好 叫没有那么好 你这就跟很多 中低分数段的家长 说老师 我们家英语好 其实你那不叫英语好 你那叫英语 没那么差 你这个不叫数学不好 你叫数学没那么好 懂吗 所以说其实你只要是分数段高 你能上西安教大 因为你 你这个学校 清北能能有五六十 玩你家孩子排120 他能差到什么程度 他只不过跟那帮清北的孩子 相比来讲数学稍微弱势一些 他能差到什么程度 对 我就觉得他们班的孩子 人家上数学课睡觉都能都能考第一 家长 有那种天才 你非得跟天才比干嘛呢 对不对 你为何非得跟天才比 家长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升学规划行业 升学规划行业 张雪峰就是一座大山 难道因为有张雪峰这座大山 我们就其他人就不干升学规划行业了吗 你干得完吗 全国每年一千多万高考考生 我张雪峰我能服务多少学生 你干得完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在这吃苞米 我掉的渣子都够你吃的了 那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家长 他数学说真的说没有那么好 难道这几个人就能把全国所有的 工科类的专业和行业的活都给干完吗 家长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抖音 你知道我们抖音多少员工吗 我们全球多少员工啊 我只知道那几个挺艰难 那我这种 我这种可能数学没有那么好的 排第一的我要 排第二的我要 排第三的我就不要了吗 那么我的招聘计划是几千人 然后的话 你现在你说老师 我大概排一二百 我觉得我跟第一第二 我干不过他 我就不干这个行业了 你觉得 你觉得我们思考问题 要这样思考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选择面很宽 家长 懂吗 你的选择面很宽 好嘞好嘞 一听你说 我心里一下感觉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再研究研究 完了 那个书 我们也买了 就是我们回来再看一看 再多了解了解 多了解了解 各个专业各个行业 我想一想 因为这个医疗环境 确实是挺不好 家长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我 因为我 我为什么跟你说 说有的人 因为我认识一个 一个医生 然后的话是 我爸爸当年生病 我爸爸当年不是肺癌去世 然后的话 是我爸爸的一个主治医师 他们那个科室的主任 住院那个科室主任 就是那个大夫 就是 别管说所谓环境 什么烂七八糟的 我放调一边不说 那个大夫就是说 我怀出来的医疗的理想 我就认认真真的去 去做这个事 你们平之称啊 这那的 我都不参与 我请客吃饭 烂七八糟 我也不参与 我就想好 怎么把我的病人治好 我就把我 给我的病人 能够治好他 或者是减轻他 去世之前的痛苦 为己任 我能为 我能为 这个病人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当你是 真的是在这个行的 有这个出息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的快乐 他都不一样 就是说 很有可能 就是说有的人 他在这个行当 他可能 当然就看 也看个人 就是他看他个人 所以说的话 你跟孩子要提前讲好 他的一个专业的正面也好 背面也好 你要给他讲好 然后让他提前多了解 好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钻牛角尖 我跟你说 我跟他说 往往越是这种高分的孩子和家长 他越容易有刚才那个家长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越是高分段的孩子 他就越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干什么 他都他都在比 他都在比 就是他很难去所谓的宏观的去看一个行业 一个行当 他一直在盯着微观的 谁比我强 谁比我好 有这样心态的家长 我跟你说 一定要改一改 人这一辈子 不要比 比你就一定会输 比你就一定会输 总有人会比你所谓的 在你比较的那个维度上更好 你在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干什么都不开心 知道吧 你比如说 对吧 你比如说 老张今天理了个新发型 我觉得我很帅 你非得跟我说 说张老师你不如 男明星我也不认识几个呀 吴彦祖 吴彦祖 对吴彦祖 你非得跟我说 说张老师 你不如吴彦祖 帅 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呢 对吧 我为什么要把吴彦祖的粉丝 变成我的粉丝呢 我有你们 有你就够了呀 对吗 我有你们 我不比他幸福多了 他粉丝多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你们爱我 我还缺什么呢 对吧 所以说你看我多开心 对吧 你看我多开心 对 好 Hast nte 嗯 好 谢谢观看